车窗消失 座椅只剩骨架 好好一辆车被烧得面目全非 利比亚首都地理玻璃爆发冲突 上百人伤亡 内战一出几发 过去十多年来利比亚动荡不断 2011年强人格达菲被推翻后 全国长期处于冲突之中 一边是位于首都被国际承认的 全国团结政府 另一边是盘踞东部大城 班加西的国民军 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 更沦为人口贩子的乐园 引发难民潮 2020年底毫不容易停火 但利比亚作用丰富石油资源 利益庞大 今年二月东部选出前内政部长 希望取代现任总理 导致枪声再度响起 地理玻璃市议会呼吁保持冷静 保持和平不止为了 当地百姓的安稳生活 若内战争的开大 恐怕又会震荡国际油价 恶化全球石油危机 戴新闻 六决于编译